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得牌 新版本讲解之7.33版本的英雄详解篇第三集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九个英雄 因为有一个英雄是专门用来突显另外一个英雄的强大的 对吧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改动比较小的黑鸟 黑鸟现在一仗是改了 那没有双关了 没有双心理禁锢了 那么它改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效果 就是当你的血量在降低到20%以后 它会触发一次强驱散 类似于永空之盘 然后与此同时呢 它还会去套进你所有的蓝量 来给你产生一个最大蓝量50%的魔法护盾 换句话说呢 就是让黑鸟这个英雄拥有了一个自保能力 但是作为黑鸟的英雄来说 你耗尽所有的蓝量 然后给他一个护盾加一个强驱散 确实是可以让他活下来 就是提高他的生存概率 但是没有了A杖的双关的话 其实黑鸟的英雄使用起来会有一点点奇怪 如果我真的需要一个在前排去吃伤害的英雄的话 我为什么不选择去用一个A杖伐木机呢 对吧 那个爆发也并不比黑鸟低 所以黑鸟这个A杖的改动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大神能够把它给开发出来 然后呢 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角 是腐王 腐王这个英雄 在新版本的改动里面呢 其实就是把它的反击螺旋 从概率改成了固定次数 满级的情况下 只需要被攻击四次 就会触发一次反击螺旋 而且你如果拥有了魔晶的话 它会有去掉它的CD 没有魔晶的时候 腐王的这个反击螺旋 有一个0.3秒的CD 那如果你有了魔晶以后 就完全没有CD了 你就真的可以像一个 电风扇一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是一个三世级满天赋 三世级满天赋满技能 然后接近正常装备神装的一个小男家 分身龙心羊刀蝴蝶甲腿 我觉得一般来说 小男家有这几点装备 差不多就是神装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小男家分身 然后再加上分身服 一起来A这个三世级裸体 只有一个魔晶的腐王 这个总不算欺负人了 对吧 但是打起来的一个实际效果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愿称 虎王为这个幻象系英雄的新爸爸 新爸爸 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 虎王这个版本 他的一个强大了 因为他不再是几率去转了 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攻击次数转 所以你的伤害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可以预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再加上反击螺旋这个技能 他现在有了魔晶以后还可以去叠加一个造成伤害减少的这么一个buff 因此 对于腐王来说像幻象系英雄打他真的就是像搞笑一样 然后派出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英雄 我们先派出谁派出夜魔吧 夜魔这个版本的A仗技能改了 之前我们知道他的A仗技能是让自己以自己为原心 大概这么大一个范围内 所有的敌人都会吃到一次这个虚空的伤害 把这个技能变成了一个自身为原心的AOE 但是新版本把它变成了一个指向性的范围技能 你扔出去以后会在这个区域内产生一次这个技能的效果 并且悬晕的时间会增加到一秒 但是 与此同时 不是但是 与此同时会在这个地方创造出来一片区域 你进来了以后 就会让你所有的技能都变成夜间的状态 但是这个东西持续的时间只有五秒钟 所以 应该是跟对方大哥近战大哥为硬刚 或者是临时在这个里面开一个沉默这个技能用 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开出来了 你只要把这个沉默 那么他就会按照夜晚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持续 而不一会因为你走出去了以后变回白天的效果 这个就是这个技能 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比较靠谱的使用方案 一个是配合沉默 另外一个就是跟对方的大哥位在白天一为一的时候 可能能用得上一点 整体来说 我觉得跟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 跟上一个版本 差不多吧 因为最早的时候刚刚改完A仗效果 是那个范围虚空以后 那个时候的夜魔很厉害 后来连续的削弱 也是让这种夜魔呢 销声匿迹了 现在的夜魔大家还基本上都是当做一个 要么当三号位开始也要么就当一个大哥位去出肉 那么这个每一次的伤害就是三十多 那么如果离远了的话 三十四到三十七 我们拉到最远距离 他还是三十四到三十七 没有任何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个技能 他的另一个改变的就是 每一次这个鬼魂在外面攻击一次之后 这个鬼魂必须要飞回到DP身上一下 他才能够进行下一次攻击 所以变相的对于DP而言的话是一个削弱 当然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设定 所以离得近的时候 这个鬼魂咬完人以后 回来的速度会变快吗 因为距离短 他变快一点 所以呢 对于近处的敌人造成的伤害更高 可能是这么个逻辑 我觉得 好 那么这个DP也说完了 他没有什么其他更加 这个 没有什么其他更加厉害的一个改动 我觉得 然后呢 说一下术士吧 术士这个版本呢 是把他的魔精技能 从原来的暗言术改为了巨变 在你施放巨变的时间里面 每0点 每2秒钟会产生一个小魔童 这个小魔童在产生之后 会去攻击距离最近的单位 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控制 他不像那个 骷髅王那个兵 你不能控制 他可以控制 而且这个东西 如果他被击杀掉了 或者他的持续时间到了的话 他会有一个自爆 一个自爆呢 是按照自身最大生命值的60% 然后呢 作用范围是400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应该说对于术士而言的话 这个效果 你要说优秀的话 可能是真的谈不上 那是 聊胜于无吧 然后这个技能的话呢 他对于普通的单位 也会产生影响 他也会去攻击普通单位 所以你硬要把它当成一个带线刷钱装的话 也未必不行 未必不行 这个是关于术士的改版 然后术士的改版呢 在7.33里面 大招就没变啊 就改了一个持续时间 然后就是改了一个魔精的剧毒 这个剧变 那没有什么其他限量的改动 我们也就说完了 下一个英雄我们来说谁呢 敌法师这个也不说啊 其实这期节目好像只说八个英雄 敌法师也是用来去展示另外一个英雄用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杀王吧 杀王的新版本是 A杖以前 他是穿刺到敌方的英雄以后 会在敌人的身上增加一个腐蚀毒 现在不需要A杖也有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不需要A杖也有这个腐蚀毒的效果 那现在的A杖是干啥用的呢 现在的A杖是在你放杀战暴的时候 随机在地上放一次穿刺 但是这个穿刺 它不是以前的那种一六 它是一个圆形小的圆形范围 而且这个位置 它是真的随机 它特别随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命中率相当的感人啊 我只能说是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你可能需要去洗洗脸 需要洗洗脸才能够 把这个效果打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目前我也没有找到任何的方法 可以有效的去提高它这个技能的命中率 所以这个A杖现在你说它没用吧 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用 你说它有多有用 好像也算不上 算是一个实在没得出的时候 出一个然后拼脸的一个技能吧 我们姑且把它当做是 然后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个戴泽 戴泽这个版本 我们先放最后吧 因为戴泽的改动最大 我们放最后 然后我们说一下萨尔 萨尔的魔精技能 这个风雷之机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改动 虽然它这个改动只写了很短的一段话 但是它其实这个改动是非常厉害的 有了魔精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垫放在这原地 它会潜伏在这个区域五秒钟 如果有敌人撞上来的话 它就会贴到那个人身上 然后开始垫 如果没有人贴过来的话 它就五秒钟开始垫原地的这片地 然后呢 与此同时还会把你的风雷之机的尸把距离加到一千六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 嗯 一千四百块钱买了个废物技能 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但实际上这个技能 它有一个非常隐含的地方 不太容易被人注意到 我们在这里拿迪法师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迪法师现在宣扰一个林肯 我们垫他一下 这个垫 这个技能会被林肯挡掉 对吧 我们刷新一下 往地上放一个 再拿迪法师去撞 你会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技能没有被挡 没有被林肯出发 那么迪法师的皮 自己的皮行不行呢 答案是也不行 也不能够反弹 也不能够去挡掉 所以这个技能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它解决了萨尔这个英雄 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 就是当敌人丢失视野以后 我的恶念撇视给不到 我看不到对方的英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对方的路过的路径上面 就放一个这个技能 然后直接贴到对方的身上 并且因为对方 你没有对方的视野 所以你只要点地面放 他一定不会触发林肯 就像刚才这次一样 我没有这个敌法师的视野 虽然我知道他就在这 我点到这 他也一样不会触发 而且你在打了对方身上之后呢 你这个时候的萨尔还可以给对方一个恶念撇视 是吧 给对方恶念撇视 现在他非常出色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迪法师的林肯放到地上 然后这样 然后恶念撇视就可以看到 这样就可以看到 所以萨尔现在的这个风雷之机相较于以前啊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并且这个东西他还可以用来去挂在隐身的单位身上 我们这里给迪法师放一个引刀 让他站在这 看到了吧 而且 而且这个东西会一直跟着对方很长时间 当然你不能在对方隐身的状态下去 给他放恶念撇视 但即便如此 给了一个显形 给了一个危险形的效果 也已经极其的出色了 并且 1600的尸把距离正好可以搭配1800尸把距离的恶念撇视 也是非常好 OK那么还剩今天的最后一个也是重头戏加主角戴泽 戴泽这个英雄新版本呢 是把擅咒那个破技能直接删了 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现在这个技能邪能也就是以前的编织啊 其实是跟以前编织那个技能类似 也是你释放技能的时候呢 周围对方的 这个就是受到你技能影响的人啊 受到你技能影响的人 我这里忘了买一张 那么给他放毒吧 放毒的人会有一个邪能 然后护甲会降低 然后你可以这个邪能的护甲可以给他别层 对吧 现在是三层 我们加一口血 然后离近一点 这个好像不会蓄 这个不会蓄吗 我记得会 我记得是会蓄 会刷新一下 然后呢 他会有一个 每次叠加是这么多 每次叠加的话会给对方降低三点护甲 然后给你的队友呢 提升三点护甲 贴身的时候放这个技能的话 他是可以生效的 如果周围有其他的单位 那一口上去的话就一起生效 就这样 如果有其他单位的话就一口生效 那这个是跟以前一样的一个机制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邪能这个技能 现在你可以直接使用 你每次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呢 会减少你自己技能的CD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我技能 然后使一次 他就会直接减少我技能的CD 然后再使一次 他又减少了我技能的CD 然后这个技能 他不耗蓝 这个技能 他不耗蓝 他不耗蓝的情况下 他耗血 而且你如果连续去使用这个 这个技能的话 如果你连续去使用这个邪能的话 他会让你的耗血越来越高 那他能高到什么程度呢 他最后会让你每一次 释放邪能的时候 他的数值极限是加到15层 那每一次使用是消耗54,736点血 但是这个技能不能用来自杀 你只能一下把自己弄到一丝的血 然后如果你没有血的话 你也可以接着用 但是你每次用完了以后 就只剩一丝的血 相当于你自己不能用这个技能用来自杀 然后类似套了一个波浪一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技能 他变态在哪呢 他变态在这儿 就是如果你出到了一个玲珑心 然后你卡CD去放这个技能的话 你可以实现无限波浪 就是你卡CD去放这个技能的话 你可以实现一个无限的波浪 当然如果你再有一个额外的减CD的中立导具的话 那么这个无限波浪的话会更加的变态 那这个是戴泽这个版本的第一个改动 第二个改动的话 就是他的A杖 现在A杖的这个加血 A杖是让暗影波可以扔到对方的英雄身上 然后呢 他会出一个逆暗影波 这个逆暗影波就是 他会直接打到对方的英雄身上以后 然后对对方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会给对方英雄周围的几方单位来进行一个加血 比如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穿自己色 然后戴泽给对方的英雄一口上去 然后就所有的人都加一口 而且治疗量是要达到150% 而不是100% 并且与此同时 他还会对对方所有的人产生一次平A 就是对这个逆暗影波的单位产生一次平A 这个平A有什么用 就是续这个玩意儿用 相当于你有了A杖以后 你可以给对方一群人无限的去续毒这个剧毒之兔 所以这个玩意儿他也很厉害 然后呢 再结合你可以给自己减CD的这个特性 你可以加一口减CD 马上再加第二口 也就是瞬间可以打出去两个暗影波的伤害 两次给队友的治疗 加两次的平A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在三秒钟之后再开一次鞋 然后再减一次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戴泽这个英雄现在在比赛当中 应该说他能够创造出来的可能性 比以前要高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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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会成为比赛热门英雄 但是至少这个玩意儿 他比以前的游戏性还是要增加了不少的 好了 那么这一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我是藏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更新后面的英雄的更新讲解